最新消息 吳亦凡涉嫌强奸最正式被捕 最新消息 吳亦凡涉嫌强奸最正式被捕 现年30岁的中国男性吴亦凡上月31日因涉嫌强奸被公安刑事拘留 案件等半个月期间传言满天飞 到今晚16日终于有进一步发展 据微博昭阳检查的发文指 北京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待遇 网民留言称大快人心 身为前韩国男团EXO成员的吴亦凡 于今年6月开始 被中国网红东美族大暴选非前规则及私生活混乱 包括跟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 吴亦凡随即潜水未有公开弄命 并曾发文否认所有指控 他说如有犯罪我会自己进监狱 所代言的至少16个品牌先后宣布跟他割席 令他损失超过6亿党员约3.27亿令吉外 更要面临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于今年7月22日 透过官为平安北京昭阳公布调查进程 只无亦凡和东美族曾有性关系外 更只会针对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举报 有期徒刑 坚明固满14周岁的幼女同众处罚 强奸情节恶劣 即如在公共场所强奸或强奸多人等情形的 扩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般来说刑事拘留后疑犯会被关在看守所 刑事拘留限期最长是37天 拘留期间当事人有权委托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公安机关确认发现有犯罪 会提请人民检察院去审查及批准逮捕 逮捕后疑犯的羁押其2至3个月 之后送警察院在2至6个月内审理起诉后 再交由人民法院在2个月内审讯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 rechts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